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这个是最大的历史 最大的历史 最大的历史 当时安华以brahim的国家 都是在国家 尤其是现在国家 我们以为360元来500元 也是财政部部长的安华 今天在巴黎文达 出席霹雳州文明大马 农业交流会时指出 这项补贴计划将会耗资 3亿6天万令吉 全年的稻农津贴拨款 也增加到10亿令吉 首相表示这是团结政府 协助国内贫穷家庭的政策之一 另外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部长 纳德斯里·莫哈姆·沙布 随后表示 我国每一年都要进口 35%的外国白米 所以这有助于提高 稻米生产量 也解决了粮食供需不足的问题